返老还童 很久很久以前,上帝和圣底德一同在大地上漫游。 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铁匠家借宿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穷、满身是病的老人, 十分可怜地向铁匠祈求一点食物。 圣彼得看老人实在可怜, 便请求上帝治好他的病, 让他以后能自己养活自己。 上帝仁慈地看了看那位老人, 同意了圣彼得的请求。 他转身对铁匠说道, 小伙子,把你的铁炉借给我用用好吗? 我要去掉这位老人家的病痛, 再让他立刻变得年轻起来。 铁匠回答说,好的。 上帝又温和地对铁匠说, 再请你帮我把炉火烧旺些好吗? 没问题。 铁匠说着,就开始往炉内添煤块, 不一会儿,炉火就烧得旺极了。 这时候,上帝一边高唱赞美诗, 一边把老人放进了铁炉中, 让火焰将老人围起来, 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般红光四射。 圣彼得拉起了风箱, 炉火烧得更旺了。 过了一会儿,上帝走向了炉旁, 将浑身通红的老人放进了熄火槽内, 让冷水浸没了老人的全身并祝福他。 当老人在熄火槽内慢慢冷却下来, 从槽内走出来的时候, 竟变成了一个健康俊美,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站在一旁的铁匠看得目瞪口呆, 十分幸福。 在一旁, 看得呆住了的还有铁匠的丈母娘, 她的年纪也很大了, 而且眼睛也快瞎了。 她不相信地走上前去, 将年轻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看看她被烧伤了没有。 年轻人告诉她, 坐在炉子里, 就像坐在大浴缸里洗澡一样舒服。 老太婆一夜没有合眼, 耳边一直想着年轻人的话。 第二天, 上帝和圣彼得告别铁匠继续上路了。 上帝走后, 铁匠问丈母娘想不想变年轻, 因为铁匠说她已经把所有的过程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她相信自己已经学会了这套本领。 丈母娘说, 我也正想和你商量, 既然你有把握, 那就为我做吧。 铁匠立即为炉子里添上煤, 把火烧往后, 让丈母娘坐进了炉中。 她呢, 则在一旁拉起了风箱。 炉子上的丈母娘, 不但扭来扭去, 而且大声叫喊起来。 这时, 炉火已经把丈母娘的衣服全部烧光了。 老太婆在炉内叫喊不停, 铁匠只得把她从炉火中拉了出来, 放进熄火槽内慢慢冷却。 老太婆的叫声惊动了铁匠的老婆和女儿。 他们急忙奔下楼来, 看见老太婆的惨状全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老太婆已经缩成了一团, 脸也皱成了一条条深深的纹路, 说什么也是磨不平的了。 铁匠的老婆和女儿, 此时都怀着孩子。 受了惊吓的他们, 当晚就生了两个孩子。 但这两个孩子长得和人完全不一样, 他们一生下来就跑到大森林里去了。 从那以后啊, 世界上就有了猴子这种动物了。